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今天是11月25号 星期三 近日 川普的抗疫行动负责人表示 最早在12月11号 首批美国民众就可以注射到辉瑞的疫苗了 到明年5月将有高达70%的民众接种后免疫 生活可以恢复正常 辉瑞公司向FDA提交了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相关的会议将于12月10号开展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疫苗接种将在批准的第二天开始 即12月11号接种第一针 川普的抗疫行动负责人表示 以目前候选疫苗所展示出的疗效 大约70%左右的人口接种就能实现群体免疫 目前的计划是2月份让2000万美国人接种疫苗 随后几个月每月接种3000万人 在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火灾天气预报当中 气象学家警告说 焚风圣安娜即将来袭 预计最早在本周四便将登陆 从星期四到星期天 温暖干燥的内陆风将席卷从圣巴巴拉到城县南部地区 增加了火灾失控的风险 气象局表示 周三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瓶颈 预计周四下午晚些时候 风向将转向东北 吹向内陆和山区 导致Santa Clarita山谷湿度降低 火灾的风险升级 气象局表示 周四晚间和周五白天将是最危险的时候 干燥的圣安娜风将会对洛杉矶线和文图拉线 造成严重的影响 美国林业局宣布 将在整个感恩节中实施防火的措施 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 敦促人们不要在感恩节假期期间旅行 并且宣布对那些未能遵守旅行建议的旅客 处以罚款 市长恳求民众 请不要让感恩节成为大流行期间最致命的一天 市长宣布 经洛杉矶国际机场 凡尼斯机场或者是联合车站出行的民众 必须强制性的签署旅行登记表 该表格承认旅行者已经阅读并理解 加州要求进行14天自我隔离的旅行建议 没有提交表格可能会导致最高500美元的罚款 贾西提还表示 由于假期洛杉矶市的冠状病毒检测站将在周四和周五关闭 他提醒洛杉矶的居民 因性检测结果并不是去别人家过感恩节的借口 疫情在加州肆虐的泰国疯狂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官员宣布 从本周三开始将暂停在餐馆的户外用餐 回到只能够外卖或者是自取的状态 此次禁止户外堂食的新规定于本周三晚上10点起生效 并且至少持续三周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许多餐馆都为了开户外堂食 而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个消息无疑是对洛杉矶餐饮业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许多餐厅都表示 不确定还能不能再撑过新的一轮寒冬 不过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指出 洛杉矶市将为陷入困境的行业提供援助 好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CCYP华人工商视频频道 并登陆网站3w.ccyp.com 获取最新最全的美国生活资讯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